中华民国1912年至1949年,这是一组民国时期的11位女神照片,带领大家一起欣赏那时候的角色女神。 徒为徐摩家,女,1923年2月出生,上海徐家惠人。 一个生于1923年的女孩徐摩家,18岁时的青涩和脱俗之妹,穿越70多年岁月,依然在泛黄相片上,保持徐徐如生的笑颜。 唐英1910年至1986年,民国明月,其父唐乃安曾留学德国,是护上名医。 其兄唐于卢,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基要秘书。 唐英多才多艺,嗓音甜美,身材苗巧,一直甜美。 她避季于上海教会贵族学校中心女熟。 中英文兼优,能唱昆曲,还会演戏。 唐英是旧上海教机场上一道烂丽的风景。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,汉族福建敏县福州人,出生于志江杭州。 原名林徽因,其名出自施大雅思琪,大四四徽徽徽,责败斯南,后英常被人物认为,当时玉南作家林威业,故改名为徽徽, 她是建筑学家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。 20世纪30年代初,同梁思成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,研究中国古代建筑,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。 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,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,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。 杜晓曼1903年1965年,江苏常州人,今代女画家二,师从刘海、素、陈伴丁和天剑等名家,万年被吸收为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师。 曾参加新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画展。 杜晓曼煞长戏剧,曾与徐志摩合作创作文化剧编《框纲》,她还爱婚曲,也能演皮黄,写的一首好文章,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。 因与徐志摩的婚恋,而成为著名近代人物。 周璇1920年8月1日,至1957年9月22日,出生于江苏常州,中国电影演员、歌手。 1941年上海日报举办电影《皇后评选》,周璇在当选后,挽聚了电影《皇后》的荣誉。 周璇性情温和,性格内向,行动举止和在人间物都比较稳重。 她很单纯,很天真,很朴素,是一个本分人。 她做事认认真真,老老实实,头不做作。 在1940年代,能做到她那样洁身自爱,出乌银而不染,是很不容易的。 在学习上,周璇很有上进心。 她对待艺术也很严肃。 讲经1919年9月7日是2012年2月5日。 浙江海名人,女声乐教育家,女高音歌唱家,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教研室主任。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,中国女声乐教育家,和女高音歌唱家。 蒋百里的三女儿,千学三夫人。 她和当代女星赵雅之长得很像。 2012年2月5日上午十一时,因病于北京市市,享年九十三岁。 软凌玉,1910年4月26日,至1935年3月8日,原名软凤根。 出生于上海市,祖籍广东省香山县南郎所不投降。 中国内地女演员,上海中的女子中学一夜。 软凌玉外表端庄大方,精力脱走,有着精湛的演技和严谨的表演态度。 在电影《神女》中,软嫂富有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,被软凌玉刻画得入目三分。 她在荧幕中塑造的悲剧形象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蝴蝶1908年3月23日至1989年4月23日,原名胡乐华,出生于上海,中国内地女演员。 蝴蝶是于演技和美貌深得人心的电影演员,留在世间的影像让她流芳白世。 蝴蝶性格温暖,求情若水。 有传言称东北的风霞大力,渡海空军副总司令张雪良于事变之夜,正在被评论国饭店与蝴蝶共舞。 同年,蝴蝶所在的明星影片公司,于11月21日,22日连续两天在上海的申报,以蝴蝶的名义发表声明辟谣,意味满军物之作纯属胡言乱语,根本没有此事。 孟小冬1907年至1977年,女,北平晚平津北京人,李源世家出身,是早年金居优秀的女老生,人称东皇,杜月星的五太太。 是京剧著名老生于书颜的弟子,于他的优秀传言之一。 他的霸相威武,神器,唱枪端严厚重,昆盛略无辞生。 孟小冬一生坦可,1977年的台湾去世。 徐兰,1909至1973,出生于上海,人名徐小梅,又名徐杰凤。 他18岁时跑入李景辉主办的中华歌舞专科学校。 毕业后,加入音乐歌舞团,本走于平津明汉等大城市,曾随团到南洋一带演出,美貌与机灵,仍吸引了许多观众。 1933年,徐来在明星影业公司主演了影片残春,依靠走红。 徐来于抗战前,嫁给国民政府军委会中将参议堂声明。 徐来容貌美丽,徐来体态阿罗,她的五官和身材,都符合东方女性的标准,因此,媒体给她一标准美人的称号。 赵义迪,1912-2000,又宁起霞,属名相生,出生在香港,为张学良的第三任妻子,因在姐妹中排行第四妖女,而被称赵斯小姐。 1928年,一说1927年,与张学良相识于田津,后历经沈阳,北平,喜爱识别,幽静。 经过半个世纪的苦劣,1964年7月4日,张学良与赵义迪正式结婚。 免责声明,文章部分图片扎字网络,如有亲神请与我们联系,24小时内删除。 免责声明,文章部分图片扎字网络,幽静。